剩一个网收获了两条大增鸟 两条都是比较大条的 都要四斤左右 而且还上来一条值钱的海红帮 这条海红帮要接近两斤啊 而且上来的黄鸡都是比较大条 总体收获是挺不错的 然后现在过去拉下一个网了 哈喽他叫我是拿打标哥 拉完这个网之后再看潮水来不来了急去拉第三个网 好了网也就拉上来了 这个网依然是小网啊 先上来一条老虎鱼 不过节衣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啊 哇海红帮海红帮 我这条比较小啊 这条最多也就七八两吧 跟前一个网那条没法比啊 这么小的海红帮价格要便宜很多了 已经大概300左右 柠檬鱼上一个网的柠檬鱼比较少 已经30来块 上一个网的小薄皮数量也是比较少的 上网小薄皮又来一条小针钓啊 看起来也不小啊 还是柠檬鱼啊 外海这边的柠檬鱼一直都是挺大条的啊 大刺豚来了一个 又是一个大刺豚 这个刺豚比前面那一个还要打 而且都是刺鼓鼓的 最近几趟外海其实补到的柠檬鱼也不多啊 但确实挺肥的啊 这边也是在连续的上柠檬鱼 但是小薄皮却不多 看来自探网真的是放错位置了 没有放在小薄皮出没的地方 要不然现在天气回暖 小薄皮数量应该挺多的啊 这个网确实柠檬多 上一个网是黄鸡比较多啊 但是黄鸡价格比较好 而且都是比较大条 柠檬就比较便宜 所以我还是宁愿上多一些黄鸡的好啊 不过偏偏又是来了这么多的柠檬 还是连续的来的 因为柠檬是群居动物啊 一上来都是一群的 老虎一根这个小针鸡也是来了有几条了啊 这一条是针鸟 但是颜色怎么这么白啊 这个网不知道连续的上了多少柠檬上来了啊 又是一条大针鸟 大针鸟的在隔一斤要65块钱啊 不过这个网总体才是这个柠檬比较多 小薄皮的数量特别少 这个网也是终于来黄鸡了 不过这条黄鸡看起来没有上个网那么大 但是柠檬的数量也是真的多 终于又是一条小薄皮啊 好像这个网才上了两三条小薄皮吧 不过这个网拉网的速度比较慢啊 这样子下去就根本来不及拉最后一个网了 最后一个网只能等到明天早上再过去拉了 哦又是一条海红帮 不过这条也是比较小啊 也是七八两吧 不过只能这样说有就不错了 我们真的是不能嫌弃它是吧 终于来了一条比较大的黄鸡 不仅来不及拉网啊 有可能还来不及放网呢 如果真的要重新把这些网放下去 估计要半夜的两点钟才可以 再考虑一下吧 考虑一下要不要把网放下去嘛 而且这一趟收获也不算是特别好吧 鱼红点帮啊这是红点帮不是海红帮啊 红点帮的价格要比较便宜啊 一斤也就一百多块钱而已 也是七八两 来了一条青衣啊 上一个网也上了一条 这个网也上了一条 这条也是挺大条的啊 一斤左右吧 青衣的价格一斤要达到五六十块钱还挺好卖 哇哇哇 小网竟然来一条这么大的鱼货 又是一条白蜡鱼啊 不过感觉后面这一段鱼货又变得跑起来了 始终还是这些柠檬鱼比较多一些吧 今天的这些海鲜就比较少啊 前几趟外海的海鲜是非常的多啊 不过这一趟的薄皮为什么变得这么少呢 难道冬天那些老薄皮底都没了 估计要等气温再暖和一点那些新薄皮才会过来啊 一说薄皮薄皮就来了 没想到这一趟外海上的薄皮十只手指头能数得清 总体还是黄鸡跟柠檬数量比较多 好在偶尔也上了一两条这个海红斑跟这个红点斑 这样子总体的鱼货价值就提高了不少啊 不过好像这个网也是快拉网了啊 上的鱼货是真的不多 也真的只有那些柠檬鱼比较多而已了 不过倒是上了一条应该要五六斤的这个白蜡鱼吧 箱头啊这条箱头就不大而且箱头比较便宜一斤二三十块钱 不过这一趟外海上来这些黄鸡都是挺大条的 而且肚子全是油 这时候这些黄鸡拿来清蒸味道绝对是挺好吃 够肥啊吃起来肉就够香 好了网也就拉网了 总体来说这个网的收获比较一般吧 问题是没有大红斑的过来跟大龙虾 这个网也是拉网了这个网也是没什么余谱 比第一个网的余谱还比较少啊 但是还有一个网在它里面了但是潮水问题 这个网拉不了是大网要等到明天早上再拉了 明天早上大概六点钟左右再快去拉 现在床准备找个地方停泊下来 因为明天下午就就刮风了所以网就不继续放下去了 关键是潮水来不及放网啊 所以还是准备找个地方停泊下来就好了吧 然后把床帽也放下去了吧 把床给固定住 好了这个视频也就分享到这里 明天早上拉大网的视频 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 也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南澳导标哥 大家记得关注我看明天拉大网捕大鱼的视频哦 就好了 相顺的视频